大家好,我是東京走橋的鮑勃 日本除了摩登現代的建築以外 也有許多代表日本歷史風格的區域 比方說京都的二年三年版 小京都之稱的金澤日葛朝屋 小江湖之稱的川越 日本遺產餅之譜 夏亭風格濃厚的朝鴨 或是各地百年千年以上的溫泉街 這些地方好拍照,好散步 也藏有好吃的東西,更有特色的旅館 鮑勃這次就來介紹這些區域給大家 左邊又稱北一種的小江湖 沿著小野川散步欣賞江湖時代的建築 吃個充爲三百年的鰻魚飯 或是到附近的香取神宮求個好運 很適合喜歡歷史感濃厚的旅客 左邊位於日本千葉縣的香取市 人口總共有七萬人左右 從東京出發大概兩三個小時 距離成田國際機場大概一個小時左右的車程 當成離開東京回國的最後一天的半日遊非常適合 左邊陰沿著小野川 作為物資集散地而繁榮起來 沿著河畔四百公尺 約七點一異畝的區域 有很多江湖時代末期 製造了時代前期建造的木造挺家建築 藏造的店鋪建築 以及陽峰建築 這些建築群中包含建於1793年國定古蹟的伊南中近舊宅 還有八個千葉縣指定的文化財產 共13棟建築 這裡於1996年 被列於重要傳統建築物群保存地區 也是關東首位 左園跟左倉 成田 吊子 這四個區域被稱為北種寺都市 具有極大的江湖歷史保存意義 也是日本遺產的一部分 推薦拜訪這裡的古名家咖啡 池布安 尹納屋 是異能中近 也就是日本江湖時代的地圖策繪家的17代子孫 所開的咖啡店 同時也是東京邦的挖拱 夏挺大家族物語的拍攝場景 大家可以來朝聖 是一個可以免費使用的休息場所 大家逛累的時候可以到二樓的榻榻米磚區休息一下 吃的方面就一定要介紹左園的鰻魚飯名店 穿越已經300多年 是塔貝勒故的百名店 是一家雖然要排隊 但也是非常值得一室的餐廳 鰻魚是用高級的季州備堂燦好的 鰻魚的肉質十分的柔軟 而且香氣十足 跟白飯非常的搭 距離左園車站約10分鐘的巴士 可以到這裡知名的參拜景點 日本全國隔離400所相取神社的總社 相取神宮 在明治時代之前 經營有三個神社 具有神宮的位階 伊士神宮 香取神宮 和鹿島神宮 換句話說香取神宮的地位極為崇高 境內也有不少重要文化才可以參觀 大概可以改玉珠印當個紀念品 香取神宮又有一條短短的餐到 可以試試看龜甲糖的醬油丸子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看更多內容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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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